台湾出口12黑 连续8个月双位数衰退 现在就连全年GDP要保2都很难 今年实质GDP虽可足迹温和成长 国内成长动能明显不足 主机总出GDP预测值 从原本的2.32%降到剩下1.47% 一口气大砍0.85% 预测105年全球经济成长2.8% 连续5年成长率是低于3% 要加强竞争力传出 入资参股IC设计重燃升机 经济部委托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 发放问卷调查 三月送继立月拼闯官 立拼520新政权上任前开放 大陆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市场 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把握这个机会 联发科群联等大厂都表态 对入资参股采取开放态度 而大陆方面传出华为小米联想 等手机大厂都积极表态投资意愿 之前被人家最疑虑的就是紫光 那这一次政府也保证说 可能没有紫光 但是华为的这个军系色彩 也是非常浓厚 国际经济环境不佳 台湾要如何走出衰退危机 恐怕是新政府上任后 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东森财经新闻 陈和平林燕任综合报道 这一部分就给大家订阅 初询τη判 最高的详维 的原因 就能准备 询阅 询阅 5